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八周年的生放送呢? 其中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最關注的就是今年跟什麼作品合作呢? 這條影片就是用剔除法的方式說給大家聽 有什麼作品合作的機會是相對少的 在日本有一個傳統的慣例就是那個作品跟某隻手機遊戲合作的時候 它是不會同時間跟第二隻手機遊戲合作的 所以如果在八周年的這段時間那個作品已經被人拿了合作的話 那跟怪物彈珠合作的機率就會非常小 所以這個剔除法是非常有參考性的 不過我要先戴個頭盔 就是我都不會說全部手機遊戲可以查到 所以如果有些什麼的話 就會在這段影片的留言區不斷更新給大家了解 好了,說這麼多事不宜遲,不如直接去片吧! 算是煩點好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花了一定量的时间去搜索以上的资讯 希望各位可以看完周给个赞 如果有些朋友对这个话题也有兴趣 不妨让他看看 今天大概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收看,拜拜! 拜拜 拜拜